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大陸現在是開始出現一個小子化的情況, 幼稚園由最開始的報名困難變成現在招生困難, 主次已經是叫做調亂了, 甚至出現開兩個班竟然只有四個小朋友報名的現象, 就連央企的幼稚園都打破近二十年來的規定, 首次對外招生, 有專家就指出, 可能大陸第一波幼兒園的結業潮即將來臨,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道, 大陸人口進入了一個負增長時代, 新生的小朋友減少最先衝擊的就是這一類的學前教育, 報道指出, 有些地方是民營的, 幼稚園的幼稚園, 2021年, 2022年已經是開始面臨招生困難, 有少部份公家的幼稚園亦都存在招滿的情況, 這種情況不單止出現在北京這一類這樣的一線城市, 在山東林兒這些三線城市, 各個幼稚園今年都要面臨一個很激烈的招生競爭, 有一間住在武漢市的漢陽區的家長就說, 在這個小區周圍剛剛滿三歲的兒子去找這個幼稚園, 令到他猜不到的, 家門口有一間武漢央企機關的幼稚園, 竟然問他要不要去讀, 這間院長就說, 做二十幾年一路只是對內部招生, 過去招人是招道要排隊篩選入幼稚園, 但由去年秋季開始, 個別班級竟然都出現招滿的現象, 所以今年, 他們幼稚園的遠方決定擴大招生範圍了, 不會再硬性, 規定家長必須是單位的人了。 而根據報道, 武漢由於這個幼稚園競爭太激烈了, 幼稚園欠這些招生的招式也很多, 有幼稚園打出一個叫老大新的活動, 說救生學費可以減免人民幣五千元, 或是不切招生範圍靈門南入園等等, 但這樣也好, 仍然是一個學生都好難求得到, 有一間私立幼稚園的院長透露原本計劃是會開始兩個拖幼班但只有四個小朋友戶名, 最後取消它, 將這四個小朋友安排去小班, 而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長夏靖指出, 在這樣的情形下, 第一波幼稚園的結業潮已經來到, 在幼稚園院院長的微信群組裏, 由去年就已經經常看到有幼稚園轉讓桌椅或用品, 目前好多的幼稚園院長都在掙扎要做還是不做, 或是怎樣減省成本, 但這個趨勢可以講得上是不可以逆轉的, 因為你要推翻生育率, 不是說你一年兩年就可以解決的, 這個是長期的計劃來的, 因為你知道人口的東西是一陣一陣, 而且按年去計的,周期好長, 但對於這些幼稚園也好, 學前教育也好, 甚至是私人教育也好, 他們等不到那麼多年, 就算你跟他說五年可以解決, 他們五年頂不到, 很多會好掙扎。 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一月所公佈, 2022年年尾, 全國人口14億1175萬人, 相對於2021年減少了85萬人的, 是人口負增長的, 是61年以來首次負增長的, 所以人口這個問題看怕都會是中國來緊好逼切要解決得到的東西來的。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有什麼想講下面留個言,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